谁还记得是谁先说 永远的爱我 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以后的相遇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 当时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 永远的爱我 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以后的相遇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 当时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我的天哪 我们居然看到了这样的一组表演 而且还要选择 哈林老师 李奇其实是一如既往 深情感人 如果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 我可能会选择 比较感人的李奇 李奇 南英老师 我要给阿梅一个建议的话 雅婷吧 刘雅婷 刘雅婷 王虹老师 李奇 每一次听他唱歌 都让我想到了Eason 当他们的声音一展开的时候 可以很快时间 让周围的人非常集中的 非常被吸引的听他唱歌 他是一个唱功很厉害的男生 我的建议李奇 谢谢阿梅老师 给他们点建议 雅婷真的是 我们Family Team 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小宝贝 我就心里面在想 哪里来的这个爆发力 渲染力 让全场的人都会起立 然后跟着你一起鼓掌 我觉得这个是你一个很独特的魅力 你今天都做到了 谢谢 君诺是我们 Team 里面 视觉跟歌唱完全都到位 今天选择了你自己最爱的一首歌 虽然这首歌有点冷门 但是你今天也是完全呈现了 谢谢阿梅老师 谢谢 李奇 小琪 蘑菇头 你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 但是你愿意在彩排的过程 跟学习的过程 你很谦虚 一直不断的在问 一直不断的在改 这个是你 值得让所有的选手 学习的地方 很谢谢你 因为你的情歌 听了都会让人想要流泪 我明白现在这一刻 即便对你来讲 连评价都是困难 那我让他们说说 雅婷 我觉得不知道 我能在这个舞台上留多久 但是我保证 以后我不管在哪里唱每一首歌 我都会很自豪地说 我是阿梅老师的学生 我一定会唱得很好 谢谢 谢谢 我希望在以后能在阿美老师的教导之下继续进步 然后能在这舞台上面继续唱歌 谢谢阿老师 谢谢君奴 李奇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特别的浮躁 真的阿美老师特别的心切 他让我静了下来 让我真正认真的去对待音乐 对待唱歌 我就觉得以前 我的女神 现在面对面的教我唱歌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说什么 谢谢 他们三个人手上都还戴着那个相知阿美Family的手盖 请容许我提醒你 你还有双选的权利 请决定